ChatGPT也能用MateJourney命令来绘图了 简直太神奇了 有没有啊 放大重绘 指定风格等等 MateJourney能做的东西 现在在ChatGPT里边也可以完成了 而且效果真的超级的棒 只需要一篇的命令 一起来跟我学习吧 哈喽各位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金店 ChatGPT里边用DareE可以来绘图这件事 99%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了 但是大部分的小伙伴只会用它来绘制一张正方形的图片 也不能进行猜数的调整 是不是非常的麻烦呢 所以今天呢 今天就教大家一个绝密的原创的命令 让ChatGPT来绘制高质量图片的同时呢 为你的作品指定不同的画面比例 风格 艺术创业程度 进行各种参数的调整 让ChatGPT也可以拥有MateJourney那样的复杂的操作了 简单这几步呢 一起来跟我看完优质的图片呢 你也可以做到 片尾呢 我会送出这组指令的使用大礼包 千万不要走开哦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来如何进行操作 首先呢 我们要来到ChatGPT这样的官网啊 使用chat.openai.com 然后呢 注册完成之后 当然你要去升级为plus的会员啊 ChatGPT4的plus会员 然后呢 再往里边点的话呢 在这有一个DRE3的这个选项 把它勾选上 我们要在这个频道里面进行汇图 好 点击它之后呢 我们新建一个新的聊天对话 然后呢 我们要来复制 我给大家提供的一段命令 那就是这样的一段命令啊 这个命令的作者 也是一个非常棒的作者 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看它相关的一个内容 好 这个作者呢 也是我的一个朋友 所以这个命令真的非常的好用 我们来复制这个命令 好 复制完之后 我们点击小飞机 大家看到 此时呢 这段命令已经可以开始执行了啊 那执行的这个过程中 我们 会看到 它提供给我们的命令的说明 好 U1到U4 V1到V4 这都是Mate Journey里边的命令 对不对 相信使用Mate Journey的小伙伴呢 肯定不会陌生 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参数啊 比如说OG的参数 好 AR AR呢就是图片的尺寸 这个后边呢 我们会一个一个跟大家去讲啊 还有S的命令 那我们首先来去绘制 一个图片 我们先来使用一个命令 告诉大家这些要怎么去用啊 那我们先来一段简单的命令吧 好 我们来使用这样一段命令啊 那这个命令呢 是说 一个22岁的亚洲的女孩 穿着橙色的T恤啊 然后呢 坐在漂亮的花园里边 好 我们来去绘制这样的一个图片 现在呢 我什么都不加啊 什么都不加 你来看看它会出现怎样的一个效果 它生成的过程呢 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这个要比Mate Journey去慢不少 大家稍微等一下 好了 那这几张图片呢 都已经生成出来了啊 整个生成的效果呢 还是不错的啊 但是整整体发现啊 你这你发现这些图片其实比Mate Journey 相对来说还是挺油腻的啊 所谓的油腻的感觉就是它缺少细节 所以它跟Mate Journey比的话呢 细节上呃 没有太多的优势 但整体画出来还不错吧 只能说还不错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使用一些命令了啊 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个V的这个命令吧 我们使用V1或者是V2V3V4啊 那其实就是1234 我们去来对它进行一个变化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要去变化V 呃V1的这张图吧 好 我们在在这里边输入V1 直接输V1就可以了啊 好 接下来呢 它就又会给我们去生成 它会根据V1的这张图的风格和里边的内容呢 再给我们生成四张跟这个相似的图片 有点类似于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 大家稍等一下 好了 图片呢 已经生成出来了 大家发现 你看啊 这个图片的相似程度呢 是有的啊 然后呢 它对它进行了一些细节的一个调整啊 这是V的这样的一个选项啊 当然这个V呢 你也可以去加入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说我想要某一部分或者不想要某一部分呢 你可以再去对它进行相关的一个输入 那如果要是V2的话 你想用这张你就点击V2 当然呢 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放大啊 我们来去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想放大一下U2这张图 我们看看能不能起效 好 U2 点击U2 好 它正在生成图像 稍等一下 U2在Mate Journey里边它是什么呢 它是放大某一张图 就是把某一张图单独的提取出来 对不对啊 我们来稍等 哎 你看啊 这GPT告诉我们这是第二张图的放大版本啊 放大版本 它已经给我们提取出来 你看是不是这张图呢 完全是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好 那这张图呢 我们直接可以拿过来 然后你去把它下载下来就可以去用了 这样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好 这是第二个命令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去看一个其他的命令 我们要去看一下AR这个命令 AR这个命令可以指定图片的尺寸 之前我们生成的图片呢 你看这个尺寸它是一个竖板啊 那如果你想生成一个横板的 比如说16比9的图片 那你就可以使用AR命令了 那然后呢 我们再来去生成 生成一段啊 那还是用这个小女孩的吧 我们还是用这个小女孩的 然后在它后边 我们输入AR 好 杠杠AR 16 比9 好 我们回车 看一下它的这个后边的一个参数啊 杠杠AR16比9 看看它的图片是不是可以生成一个横板的图 好 现在呢 图片已经生成了横板的图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啊 那因此呢 我们可以通过杠杠AR来去指定的 它的画面比例来去生成不同的图片内容啊 你看每一张我觉得都非常的漂亮啊 这个小女孩 那除了有点油腻之外啊 那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希望这个DareE呢 也去改进啊 增加它的一些所谓的细节 好 这是AR功能啊 我们在这个你的描述词后边去跟相关的参数就好了 然后第三个呢 我们来去试用一下 S功能 什么是S功能呢 好 这个S功能呢 指的是图片的风格化的程度 这个风格化的程度 从0到1000 也就是说0它是完全遵循我们画面的一个比例啊 画面的一个这种描述词的 但是呢 如果S的值 到1000的话 它的这个创意程度就更高 或者说它的艺术化程度更高啊 那我们来去实验一下啊 那在这个参数后边我们再去加上一些相关的关键词 比如说在这个后边 我们再去添加 好 杠杠S 那我们写一个1000 好写多了啊 这写多了 嗯 看看它能生成什么吧 我们多写一个0啊 它应该是不会生效的啊 如果你写成1万的话 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值没有那么高 那所谓的艺术程度呢 就是指啊 那AI可能会去添加一些这种关键词之外的一些信息啊 它会去添加一些关键词之外的这种氛围的一些描述了啊 等等这样的内容 你看现在出现的这种画面呢 你就会发现它有点天马行空了 它的这种风格就会发生变化 你看跟我们原来的这个美女的图呢 它就会产生了不一样的这种效果 对不对 这是它自己自作主张来去进行的一个操作 所以呢 我们S的值呢 一般你保持默认就行 如果你希望它能稍微高一点 那你S比如说加到300 400 这是我们最常用的啊 那如果你说我一点都不想要 那你可以说S等于零 然后来进行一个操作 好了 那这是这样的一块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 另外一块 比如说我们再往后边去加相关的词 大家看到这里边呢 这些呢图片里边的都是各种的花 对吧 它花园里边有各种花还有树 那如果说我不想要这个花怎么办呢 不想要花的话呢 我们可以再去输入一些关键词的一个描述啊 好我们继续去输入杠杠 no 比如说no flower 那就是不要花啊 不要花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一个图出来 大家发现啊 还是有花啊 你你会发现这个花的数量减少了那么一点啊 不是说完全没有 不是说完全没有啊 那只是说数量减少了一点 那我们尝试一下 因为你这个上面写了flowers garden啊 然后你底下又不要花 这就有点奇怪 那我们选择不要树看看啊 no no trees no trees 那就是不要这个树木 啊不要树木 你没发现 树凸了 所有的树都凸了啊 这真的是很调皮 你看这种树他会用一些别的东西 给我们去代替啊 给我们去代替这树都凸掉了啊 没有叶子了 好这是他比较好玩的一个点啊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参数啊 嗯我们再去看一下几个风格化的参数 这几个风格化的参数是我进行的一个预制啊 有时候说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3D风格的这种小女孩 或者说其他风格的这种 画面的这种比例 那我们来换一组关键词来去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 我们来使用另外一组图片的描述啊 这组图片的描述是什么样子的呢 他描述的是 一个美丽的女孩在沙滩上啊 阳光 照射着海滩 海鸥在飞翔 椰子树呢 在随风摇曳 这样的一个场景 那接下来我们使用一种 别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在这使用一个Ninji风格 那就是漫画风格 我们在后面加入-Ninji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表现 哎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图呢都变成了这种漫画风格的这种图啊 那我们也可以把它变成卡通风格的来继续用神奇的咒语 我们来去后后面把这个Ninji换掉 我们换成一个3D啊 就是3D卡通风格的 而有没有发现他现在的这种图片呢 他已经已经变成了这种 有点卡通风格的这种图片啊 有点卡通风格的这个样子 那这就是他的效果 那我们再来去换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后边再加一些词组 比如说我们现在加上photo 这是我设定的真实的写真风格的 来看一看他会生成怎样的图片 好现在我们生成的图片呢 也就变成了真实的写真风格的照片的风格啊 那你看一下整个生成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非常的棒的啊 所以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的 绝密的Mate Journey的这个命令啊 你可以使用到我们的ChatGPT的DRE里边啊 是非常棒的一个效果啊 这段命令呢免费的附送给大家 如果大家希望想要得到这段命令的话呢 可以看屏幕下方啊 屏幕下方的视频介绍区 会有相关的获取的方式 可以来去使用它 当然呢 如果你想得到更多的这种绘画风格的话呢 你需要一定的绘画的这种艺术的素养啊 那我们会有各种的风格书 也去送给大家 大家同样也可以看一下 屏幕下方的视频介绍区 最后呢 再跟大家去介绍一个命令啊 那就是在这个ChatGPT的DRE里边呢 我们可以使用文字来去描述 我们可以使用文字啊 也就是说在图片上加入文字的内容了 比如说我使用这样的一段命令 那使用的是一个柠檬茶 柠檬茶呢 我们要在这个杯子上写上 Happy Lemon啊 就是欢乐柠檬 这样的一个字啊 看看它的效果如何 那字会不会出现在这张图片上呢 DRE3的话应该对于文字的处理呢 也是有很大的一个造诣的啊 那像Mate Journey是不能去处理文字的 但是呢 在这个DRE3里边呢 它可以把文字给我们附线到图片上 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功能了 来看一看效果表现 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每张图里边的这个杯子上都清清楚楚的印着啊 Happy Lemon 而且呢 整个的这个表现呢 也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这些咒语的话呢 到时候也可以免费的去送给大家啊 那这个咒语呢 我们加入了一些其他的 更专业的一点的描述的方式 比如说这种镜头的参数呢 还有其他的一些光影的这个参数啊 都可以给它加进去 那这就是整个的DRE3的一个表现 我们借助于一段 我们研发的这个命令呢 可以让ChatGPG的DRE3 使用MateJourney的命令 来去完成很多神秘的一个操作 或者是隐藏的一个操作啊 各位小伙伴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一定要收藏我的频道啊 我后边会给大家去奉送 更多的ChatGPG 以及AI绘画的相关知识 好了 我是静电 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 欢迎大家点击小铃铛 来关注我的频道 也欢迎大家关注我的AI绘画的教程 相关的内容 好了 我们这期的视频就到这儿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